近载运通 很快又是周末 那昨天大跌的时候 我怎么跟大家谈 昨天跌389点 那每一次跌你都要去注意 凶手是谁 那我昨天讲得很清楚啊 法人不是凶手嘛 涨了389点 外资只有卖103亿期货是买超的 整体来讲外资是买的 但跌300多点 融资嘛 所以今天怎么样 开盘就跳空往上走了 去285点嘛 今天三大法人全部买超 外资变买了 5月到昨天 8天跌了976点 跌得够不够深 4月跌了1100点 我说很多投资人喜欢怎么样 拆头摸底嘛 一直喜欢去摸底 那重点是选股不选市嘛 又不是做棋子 那棋子前几天转折 我们赚了100多点 你有没有赚 那大盘在这个地方 大盘在咱们破坏了 我叫创新高 涨停了 在郭伯公罗族 讲几个月 我是一直谈选股不选市 从这个地方开始 一个头肩底架构 一直到昨天 到5月拉回 4月底拉回 都一再提醒你 今天上去啦 这景性过去了嘛 因为怎么样 因为今天公布力多啊 涨停了 创新高 所以我说选股不选市嘛 那同样高价股 这棋子三成我 这就四成了 两个月前 差不多少 先涨停了 我说他是未来千金的候选人 今天太半 810 我慢慢来看嘛 但是我要提醒你哦 不是叫你追 而是你要提前布局 你要去找 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股票 可以红低去买 不是往上追 我只是印证了 我会员 赚钱 而且是赚波段 那大盘 那大盘 昨天破底 嘉哲创新高啊 那电子股足底 立志讲几天了 今天起码 是足底 我用这两个实力 因为这两党都讲很多天 他创新高 他足底 所以是怎么样 选股不选市嘛 一党一党操作啊 那为什么有些创新高 有些刚刚起涨 足底 因为两个月前 在这个地方 足底 法人索码嘛 所以创新高啊 价值在这个地方嘛 事后来看都很准啊 这是一个标准的 头肩底架构 对不对 一大堆投资人 卖在最低点 筹码很干净 这里开始起涨 滴买滴买 往上创新高 看图说故事都很准 但你要提前卡位嘛 我说多少故 那立志呢 这连续讲好几天啊 也是一个很标准的 就标准了哦 一二三四五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讲波浪 出现的时候怎么没看到 出现的时候怎么没有看到 可以去看录影带 看网路 四百五到四百 我说这个地方可以去布局 今天上去了嘛 那会不会 像加者一样往上走 我会陆续追踪嘛 但是在低档买 你叫什么 我说高档去追 但你底部去买 不赚都很难啦 如果这里是九死一生 那这里是九生一死嘛 买对而且低买 我一直跟大家谈到五月天 不是所有股票都会涨 买对股才会赚 十个字对内低买 赚更多嘛 会不会赚很多 就跟这里一样啊 会不会赚很多 这辈子这两百块嘛 那这一创新高啊 那电子股足底 它是也足底 一档一档做嘛 不要去摸底 这个不重要 重要是当下有什么股票可以买 法人最关键的月份 就在五月份 那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电子股大家都知道五穷六绝 为什么叫五穷六绝 因为大部分电子股五月六月呢 是比较淡季 那相对的因为比较淡季 所以怎么样 应该相对的就是一个比较谷底的位置嘛 所以就最佳买点就在这个地方 已经连刷了四个月啊 你还在等等什么 价值都创新高啦 立志都往上走啦 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股票可以逢低买进 这个才是重点嘛 不是电子股 传厂股的问题 也不是电动车半导体的问题 货柜的问题 而是你有没有红低买的问题 你有没有买对股票的问题 这个股票也是嘛 连刷了四个月 MACD背离 锁码 法人锁码 那这种股票红低买 会不会怕 会不会担心 还是要继续等 等它破底 我说你想太多嘛 机会都在啊 电子股足底啦 我一直跟大家谈到立基店 今天也往上走了嘛 莲花科也往上走啦 联电也是一样 台积电也是一样 所以电子股都直接买点到了 机会一直都在 像这种股票 第一档去布局 对不对 要请你一起坐觉 轻轻松松的 休息一下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事实上 事实上 零二2752 5868 2752 5868 成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通同部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同部 值得托付 零二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昨天大盘跌389点 恐慌 今天跳空开高 又涨200多点 还会不会恐慌 重点是股票 越恐慌越好 减便宜 那最近来讲 五月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很多公司开始陆陆续续怎么样 公布季报 那我昨天跟大家谈 你要做功课 第一季的季报 现在法人最忙的时候 是在做什么 研究季报 那不是很单纯的看EPS 还有很多因素 还有你要看四月的月报 也都公布了 那接下来 下半年 那股价的位阶在哪里 下半年会不会成长 都轮流去 法人也是轮流去 轮流去 不要一直去 拆头部底部 那个不重要 重要是 你买对什么股票 又来不及了 你每天看节目 这一档又来不及了 为什么 季报公布了 大赚13块 相对的 我给大家比较一下 翔硕季报也公布了 赚12.28 系列 这些都是高价股 也公布了 16.74 那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这一段来谈高价股 那很多中师户大户 喜欢买这一类的股票 但是你要注意 注意它的EPS 然后你要注意到什么 现金殖利率 这一阵子我一直谈到什么 美国实际性供债 来到3%附近 那这个会影响到什么 来到3% 这是美国政府做保证的 做保证的利息 所以你的 你的现金殖利率要大于3% 法人才不会卖 那如果小于3% 法人多少都会调节嘛 就算你业绩相当相当的好 就像台积电 台积电我前一天也跟大家算过嘛 每一季2.75 一年11块 那前几天518块算 现金殖利率2.1% 政府做保证的3% 所以怎么样 它会缓弹 但来到这个地方 550到600 还是有压力嘛 那台积电还算业绩最好的 那我是跟大家想像 翔硕 这就算缓弹你都要换嘛 几2000块 虽然跌得很深了 也不要去抢缓弹嘛 他今天公布啦 公布即报嘛 那证实我的看法 我们做一个比较 12块 加者13块 加者今天涨停收盘810 翔硕 涨停收盘1200 所以怎么样 法人一定是不看好这个嘛 看好加者嘛 所以我说他会是千金的候选人 因为翔硕第一季赚的比较少 1200嘛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我只用简单的方式告诉大家 你怎么样去选股 怎么样去比较从季报里面 去找出潜力股 那我今天也不是因为利多出来才买的嘛 而是利多出来 涨停做教嘛 这高价国家一涨多少 今天70块嘛 一张今天就7万了 那你做一个比较嘛 这对冷清不是跌生就可以买 他今天呢 今天又热呢 他今天公布即报以后 他今天又跌哦 跌多少 跌110点啊 一张一天 了11万 我说不是有钱 你就一定赚钱 有钱你要更认真 更仔细 那不然呢 一张11万 你如果在这里买 你捞多少 这今天一张赚7万 我给大家看 加折这个地方 为什么法人再买 基本面的问题 筹码面这个地方 融资一路大减 融资一直趴在地上 但是股价创新高 谁在所筹码 那我说看好千金 能不能再买 我的成本比较低啊 低很多 所以我不会讲 那我也不希望你用追价的 你应该怎么样 应该再找 有没有股票 在低档 在低档 在低档可以买 这个才是你要做的工作嘛 像立志这样 今天是不是上去了 那另外像这一档 也是足底啊 机会你要自己把握嘛 那重点是什么 不要追价 逢低买 你会赚更多 机会来了 一定要把握 休息一下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凡习性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扩短操作 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骨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支付专专业 022-2752-5868-2752-5868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起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阳明也公布季报 压明第一季赚多少 17.35 昌龙第一季赚 19.16 旺海也不错 16.64 那这个可以做什么比较 因为今天刚好也公布 刚刚讲的系列 股王 第一季赚多少 16.74 2400多块 今天收盘 第一季赚16.74 那你要做比较才知道 昌明第一季赚17.35 收盘123.5 16.74 收盘2475 所以我为什么讲 细利享受这些 纵然赔钱 你也应该换股 不是钱多 高价股就一定涨 你要买对股 再看一遍 17.35 16.74 那目前来讲 美国十年期公债 利率多少 现在升到3%附近 那昌明如果123.5 这是第一季获利 成长 那去年赚48块多 配息多少 20块 那你从20块 除以收盘价 你可以算出他现金值利率 现金值利率多少 16点多 16% 那美国十年期公债 3% 那所以大于几倍 那所以我说低买都没有问题 但是不要追 杨明今天也涨 涨不多 但吸力是跌了 第一季赚一样的价钱 这两千几块 这一百几块 那你说阳明能不能买 他会不会破底 他敢不破底 我这机会不大 你逢低买都没有问题 这里低买 拉回也没有破底 反而戏力你手中有的你要小心 不是这样就不会跌 跟翔硕一样 减少落百几块 我谈的是比较 从今天的佳泽 翔硕都记报 包括戏力 包括阳明 那我希望你要了解一下法人的选股方式 那五月是很关键的 为什么 因为季报会公布 月报会公布 那接下来五穷六决 下半年哪些电子股会涨 那这个时候大家恐慌 就是最好布局的机会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 最佳买点 最佳买点 你要赶快布局 我说大盘这一个地方 不要去拆底 拆头摸底 没有意义 重点是五月天 你买什么股票 大盘打底 加折涨定创新高 电子股足底 足底股有没有进场 立志又连续涨了 今天又去 我在强调不是叫你追 我是说几个各位 今天又去 只有今天你七十块 你如果买不到 你要八一块 对家开始一路供 建公布力多 你如果买不到 享受对家两千变千里 立志讲几天了 标准的 波浪对不对 波浪看有没有 他一月十三 五百八十九块挂牌 抽签的人赚三成 来到一千块 一堆人 人干嘛 不是他没有价值 而是他需要整理 一波 两波 三波 还有第四波 跌不下去了 已经腰斩了 在这五个车 你要去了解 谁在买 谁在买 为什么五月 五月昨天 之前 五港 八港 落九百几店 为什么他没有跌 谁在买 那五十二一党 一直没有跌 还说红 谁在买 我说机会都在啊 那你要专注当下嘛 现阶段对不对 有什么股票 可以去做布局 包括我讲的利基电 今天也突破啦 本来在这里对不对 监视突破 今天零化客也涨啊 今天鸿海也涨啊 那代表什么 代表电子股 半导体IC设计 都往上走了嘛 那有什么股票可以买 那如果你错过的话呢 能不能来得及 底部确立对不对 还会涨 续爆嘛 那另外包括加折 也是一样啊 大半破队 他创新高涨停嘛 这是什么 法人索码嘛 那昨天融资减肥 42亿啊 能不能赚钱 还要不要恐慌 如果你还是害怕的话呢 先做短线嘛 再看波段 那短线什么股票 主体的股票最安全啊 是上去了 有拉回再买 我再度强调啊 不是叫你追 不是叫你追 他突破了 今天出现大量 而是我坐教了 我们成本不一样 我不能讲太多 问题是我坐教涨停嘛 机会是不是都在 电子股五穷六绝啊 大盘破底啊 大盘破底加折创新高 电子股足底 立志足底嘛 机会是不是都在 那还有没有类似 这样的股票 可以逢低去布局 机会要自己把握嘛 哪些股票呢 法人目前在布局的 跟他同步进场轻松做教 谢谢大家